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邻里监控 前不久啊 湖北一位住户在家门口呢 安装监控 遭到邻居的强烈反对 这双方啊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像这样的情景啊 生活当中并不少见 事实上 安装摄像头它既是个人的行为 它也是社交行为 不能忽视它的社交属性 有学者呢 将这个人际交往的距离啊 给它分为几个区域啊 其中 社交距离呢 是一米二到三米七之间 在自家门前安装摄像头 你一不留神啊 就可能跨越了社交的距离 侵犯到他人的隐私 而且呢 摄像头啊 它全天进行拍摄 即便当事人无意溃探他人的隐私 它这种被溃视的不适感 依然是存在的 特别呢 是由此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 是不能忽视 这些摄像头能够记录下 邻居的出路情况啊 亲朋往来啊 快递收集等个人信息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所以啊 家门前安装摄像头 还是需要谨慎对待 有专家就建议 安装行为啊 要建立在社会道德公约之下 依托社区组织或业主委员会 约定这个邻里社交活动的公共规范 要明确安装摄像头的这个区域啊 内容啊 它的使用和管理呢 要接受邻里的监督 要避免随意操控摄像头的视角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节目就 广州率先试点住房公积金 按月还租 那意思呢 就是脚存人啊 你每个月都可以提取 一定额度的公积金 来用于支付房租 咱们国家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呢 主要是帮助购房者啊 来减轻负担 所以一般情况下 脚存人只有购房的时候 或者是还贷的时候 才能提取这个公积金 然而呢 现实生活中 不少脚存者 尤其是年轻人 他经济能力有限 买不起房 只能租房 那这么一来 就无法享受公积金 带来的福利 这对他们来说 那就有一些不公平了 事实上 住建部曾经表示 将立法明确 租售同权 也就是说 租房的和买房的居民呢 来享受同等的待遇 不少地方呢 也在积极推行相关的政策 你像广州 他试点公积金 按月还租 那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租房者和购房者一样 都可以呢 来提这个公积金 享受相应的福利 这就有助于啊 促进社会公平 另外 数据显示 全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率呢 大概是50% 广州实行按月还租政策 就可以提高公积金的使用率 造福更多的人 咱们也希望 公积金按月还租 能够让更多的租房者 不再承受房租之重 接着来说 前面有 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正式实施 其中啊 明确规定 从11月份开始 市障人士 凭借势力残疾人证 和倒盲犬工作证 就可以携带倒盲犬 进入到公共场所 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有关单位个人不得拒绝 这个条例啊 从立法的层面 保障了市障人士 使用辅助犬的权利 近些年 市障人士携带倒盲犬 进入到公共场所啊 屡屡受阻啊 有媒体报道 一位盲人 携带倒盲犬 入住酒店 遭到拒绝 还有呢 市障人士 带着倒盲犬 乘坐公交车 被赶下来 其实啊 倒盲犬 就是市障人士的眼睛啊 他们经过了严格训练 是工作犬 也就不能当宠物来对待 那些限制 或禁止宠物 入内的规定 用在倒盲犬身上 不合理的 事实上 关于携带倒盲犬 过去啊 就有规定 你比如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就明确了 说市里残疾人 携带倒盲犬 出入公共场所 工作人员 应当提供 无障碍的服务 那从力度上讲 我们来看这个词啊 应当提供 那显然 就比不了 不得拒绝啊 所以呢 不少地方啊 依然会找理由 给它不履行 那现在 新条例 明确了 公共场所 不得拒绝 市场人士 携带倒盲犬 那就赋予了 责任主体 义务和强制性 市场人士的权益呢 得到了更彻底的保障 规则的刚性 那另一面 恰恰就是 人文的柔性 凸显的呢 是权力本位 与弱者关怀 在新条例的带动下 公交地铁的工作人员 主动参服 陪同市场人士 要我说 公共服务走心贴心 市场人士 暖心 顺心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瞭望东方周刊 文章标题 新法规 能灭了高铁霸坐家族吗 前不久 国家铁路局发布 铁路旅客运输归程 征求意见稿 首次啊 把霸坐列为了 重点打击的违法行为 就规定 这个铁路运输企业 如果发现了霸坐者 就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 近年来 霸坐闹剧啊 是不断上演 这个霸坐的家族呢 也是越来越大 那前段时间 扬州一男子 在高铁上霸占别人的座位 面对众人的指责 他竟然拿出手机 播放哀乐 并放狠话 威胁其他的乘客 几天之后呢 青岛又有一女子 在火车上霸坐 列车员劝他让坐 他不但拒绝 还叫嚣说不怕曝光 这些霸坐者呀 之所以敢如此的嚣张 原因就是呢 人们普遍认为 霸坐行为 它只属于道德问题 不够称违法 铁路工作人员呢 对待霸坐者呀 往往也不够硬气 除非事情闹得特别僵特别大 变成了寻寻滋事 才选择报警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啊 助长了霸坐者的气焰 那这一次呢 不但把霸坐归为违法行为 还用法规形式呢 明确 铁路工作人员要及时报警 这就传递出了对霸坐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咱们就希望这个新法规呀 能像标题说的 早日灭了霸坐家族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中国铁路推出秋日特辑 这是驶过金色稻田的动车 这是穿行大型安岭的慢车 这是急驰在天山脚下的高铁 每张照片都美得可以做壁纸了 这还真是火车行身处秋色美无度 江苏的望旨港派出所 收到了一副牛锦旗 锦旗呢 是这位女士送的 前不久 她的保险箱被盗 民警当场破案 速度快地让她直呼牛 于是呢 就给民警送了这一副牛锦旗 不得不说 这夸人的方式也很牛啊 甜点是用巧克力 制作各种造型 有复古留声机 风扇 塔楼等 这个塔楼作品啊 高一米多 用了一百多斤巧克力 她说 未来啊 会尝试更多的国风作品 用巧克力创作 这是浪漫的艺术 上海有一家无人自住 市一店 消费者呢 可以在店里自由试穿 自住拿货 扫码支付 全城没有店员打扰 自住是一店 就像在自己的私人衣橱啊 接着来说 最近一起网络假抽奖案 引发关注 原来啊 姚某在某购物平台上 多次发布虚假的抽奖信息 说为了回馈客户啊 只要付一分钱 就可以获得手机啊 游戏机啊 等大奖 那七百多人都信以为真 付了快递费和一分钱 结果很显然 这钱呢 打了水漂了 目前姚某应涉嫌诈骗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检查机关提起了公诉 电商行业抽奖的方式呢 那是层出不穷 比如转转盘 看上去啊 中奖率不低 但用户离那个大奖啊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还有砸金蛋 平台说还差一毛钱 你就可以提现了 但一个又一个的金蛋砸下去 抽中的总的金额呢 却总是达不到那提现的标准 专家表示 网络假抽奖的隐蔽性啊 很高 因为它和抓娃娃机啊 什么买彩票不同 奖池呢 永远都不可知啊 你也见不到啊 用户根本就不知道 所谓的抽奖 是不是真的有奖可抽 另外 这一类假抽奖啊 还不容易被察觉 因为呢 参与的费用很低 有的时候呢 为了引流啊 还打出免费的口号 所以啊 用户即便被骗 也不自知 网络抽奖 吸引用户参与 本来是好事 但也得建立在实实在在的 中奖概率上 假抽奖 要说 不认出于何种目的 如此弄虚作假 都要不得呀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打击式教育 最近媒体调查显示 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当中啊 90%的人都说呀 父母对他进行过 言语上的打击式教育 有些呢 是偶发的 有些呢 这是有意为之 你像调查当中 45%的人说呀 这种教育 一直陪伴他 到读完中学 调查显示 故意的打击式教育 主要来自于父母两种认知心理 第一种 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 这类父母认为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舵 你像虎爸呀 虎妈呀 这样的热词 就能代表家长的观念 那就是为了成才 必须对孩子狠一点 严加管教 第二种 就攀比 一些家长总认为 别人家的孩子 比我们家的更优秀 即便是孩子 考到了98分 那家长 也拿隔壁孩子100分 来做比较 抱怨 不理想 有差距 专家认为 打击式教育 虽然可以起到 一些个鞭策作用 但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呀 它的负面作用 其实更大 比如 学习的兴趣降低了 亲子关系疏远了 自信性 受到了磋伤等等 这一次调查当中 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人 都表示 打击式教育 很容易 导致自我否定 他们都认为 会导致性格叛逆 自暴自弃 打击式教育 父母也许是用心良苦 但要我说 能够让孩子成长的 不是打击 是爱和教育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瑞瑞茨 自定义青年 这指的是 那些拥有独立生活态度 喜欢自己定义生活方式 消费潮流的年轻人 近年来 这年轻人 总被标签化 比如佛系青年 追求平淡生活 一切随缘 还有斜杠青年 身兼术职 拥有各类技能 而这个自定义青年 却喜欢撕掉标签 拒绝被定义 他们爱看书 但不愿意 被叫做文艺青年 他们爱美食 却不愿意说自己是吃货 他们爱动漫 却不喜欢被当作二次元 比起贴标签 他们更喜欢撕标签 打破偏见 不为刻板印象来低头 自定义青年 要我说 这叫我的青春 我做主啊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 最近豆瓣有一个小组火了 名字叫马上学会小组 目前已经有十万多人加入 无论你有什么困惑 在这个组里呢 都会有他人 无私地给你来分享技巧和经验 让你立马学会怎么解决 这文章呢 做了一个统计啊 大家这个困惑呀 主要分为三类啊 经验技巧 考试成绩 生活心态 你比如这个经验技巧 求助最多的呢 是怎么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那评论区里啊 有人对构图调色滤镜 进行全方位的讲解 也有人手把手地教你啊 一张张拍给你看 那考试成绩呢 则是学生最关注的 有人咨询 如何被单词更高效 也有人问 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的方法 问的最多的呢 是早起的小妙招 毕竟嘛 一日之计在于尘 起不来怎么学呢 于是啊 一大群过来人 就分享各种起床大法 用什么强力闹钟啊 让试用用毛巾 直接拍脸啊 加入付费 早起打卡呀等等 当然 不只有翻书考试 才算学习 在这个小组里啊 也有很多 进入社会的小伙伴 他们想要学的呢 是如何调整好心态 比如 有人是紧张患者 遇见领导 就这个手心冒汗 心跳加速 还有人呢 是焦虑惺人啊 就担心性格内向被忍若 害怕工作不够优秀 被淘汰 文章就说了 每个人都是有信息差的啊 同一件事 你认为很难 但是别人想一举啊 也有些事呢 你习以为常 恰恰是别人的盲区 在这个马上学会小组 捷径不是一个贬义词 而是打破信息差的快速通道 要我说 这就是共享经验 抱团取暖 好 继续回来 最近 为什么付尾款总在半夜 这话题啊 登上热搜 由于今年这个双十一的活动提前了 一号的零点 不少人就开始挑灯夜战 抢这个优惠券 凭这个手术 充满检 还有付尾款 很多人都顶着这个熊猫眼露碎的 有网友就发出了感慨啊 大半夜的 我这是买东西呢 还是偷东西啊 为什么付尾款总在半夜呢 有网友进行了总结 第一 半夜 这个头脑啊 不太清醒 面对复杂的消费规则 很容易冲动 下单 第二呢 为了等到零点 得熬夜 那无聊的时间怎么打发呢 逛购物平台呗 这一逛购物欲 自然就蹭蹭蹭的往上涨 第三 可以避开网购高峰 避免系统过载崩溃 有专家表示 网友这个总结啊 那只是一部分啊 那最核心的原因呢 还是让商家和平台利益最大化 你像今年有平台 推出了一项新的举措 就是大促期间 零点到八点申请 退款供呢 给你关闭 不少人冲动下单之后 想把非必需品啊 给它退掉 却发现退不了 一觉醒来 想着来退款吧 却发现买的东西 它已经发货了 有的甚至呢 已经在配送当中 根本不给你退款的机会 所以啊 付尾款总在半夜 它最重要的原因 为的只是让平台和商家更赚钱 零点付尾款 这就叫套路完的身 赚钱才是真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点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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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